有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看一下那个九章八节 好九章八节来 九章八节怎么样 这里面有一个那个 Against好像又是反对的意思嘛 在这儿是做什么 比如说在中文我们可能就说 他对付他们 或者是他怎么样去 一般来讲就是对付什么人 这样子 所以他是 God send a message against Jacob 也就是说神是 发送了一个信息 但这个信息呢是用来对付 雅各家的 Against肯定不是说 雅各家的好话 对 肯定不是说雅各家的好话 对 谢谢老师 好 老师 九章七节那个time on 九章的四节吗 七节就上面这一句 这边有个time on 老师我听的是in time on time 今天来个time on 就有点不明白了 那是 that time on and forever 所以这个地方是这样子的 后面呢是有一个习惯的用语 from that time on and forever so from that time on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一直到永永远远 from that time on的意思就是说 从那个时候开始 ok 从那个时候开始 然后一直到永永远远 什么时候开始呢 就是从他怎么样 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面 来统领 治理整个王国 所以呢 他要建立 他要巩固 ok 整个巩固我们的王国呢 是用公正公义 ok 这些事情 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啊 是不是有一个期间的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from that time on 一直到永永远远 这个意思 所以你不要只看time on啊 from that time on 我们要这样看 然后and wherever 他们这几个是一起一块的 对 from that time on 从那个时候开始 从那个时候开始 然后呢 一直到永永远远 forever forever是永永远远了 那就不用说了 嗯 好 有没有问题 7节的这个 establishing 这个词 等一下 你是第几章 第九章吗 九章七节 就这个字 好 然后怎么样 it's kingdom 后边这个词 怎么念 establishing establishing 它是建立起来 establishing 是吧 establ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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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hold holding 是吧 uphold upholding是稳固它 establishing是建立 ok 让它坚定的建立起来 upholding是后面 维稳的状态 一直让它稳固 upholding 比如说我们做头发 对不对 我们刚刚开始 把这个头发做高 我要做一个美美的造型 但是你不能做完了之后 五分钟就塌了 对不对 所以我要吹点发胶 让它upholding 意思就是一直维持 一直稳固住我这个发型 这个叫upholding 这发音的不会 后边那个也是有一个词 accomplish 这个最后一个词 accomp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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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ght accomplish什么意思 accomplish 有没有人知道什么意思 他用达成实现的意思 达成完成做到 ok 所以呢 the zeal of 这是指我们万军之耶和华的 他的这种热心热情 well accomplish this 就会完成成就这一切 叫accomplish this zill是什么 是零吗 这个 no zill是指一个人的热情 热心 比如说这个人很热衷于 做什么事情 带满了热情来做什么事情 这个叫zill zill 热情 热心 热忱 他很有热忱 为我们邻里之间 谋取我们的福利 他在这个热忱 热情 热心 都这个字 z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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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那零有点小 zill zill 那个零是zill zill 哪个零 就是 就是那个数字的一个零 12345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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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是zero z e r o zero 零 数字零 对吧 这个是zill zill 谢谢 谢谢 好 zill 好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老师那个villish 就是他的那个形容词 哪一个villish 这个zill 他的形容词villish 后面的ous z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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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zill 是指一个人的热忱 热心 热情 有人很热 很热衷啊 帮我们比如说我们防疫期间 对不对 我们在新冠期间 哇 他做我们这个小区的区长 帮我们买菜 帮我们想办法买药 做什么东西 跑腿的工作 那是需要热忱才行的 这个就是zill zill zill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老师 还有上面这个of the increase 就他这些增加 这些财富啊 这个意思 of his government 对 就当期间一开始这个 of the increase 对不对 这个of什么什么什么 是有关于这件事情 ok 关于这件事情的话呢 there will be no end 这些事情是没有止境的 前面讲的这些是什么的 没有止境的 ok of the increase of his government 就是他的这个他的这些政府 对不对 我们现在government 我们可以说是政府 ok 或者是我们可以指政权 他的政权的这种 increase是增加的意思 那就是表示他的政权的这种鼎盛 这种稳固 还有呢和平 这两个 一个是政权的稳固 一个是和平 是没有止境的 没有穷境的 没有尽头的 他的表示说 他的政权会一直的稳固下去 这个和平也是一直和平下去 所以才会说没有止境嘛 如果有止境 啊三个月以后没有了 没有和平了 三个月以后没有政权了 是吧 没有 他说呢 有关于这个政权的这个 这个稳固 鼎盛 还有呢 我们的和平 there will be no end 讲没有止境 所以在这个句子里面 主语在哪里 主语在哪里 老师 这个 there 也不是 前面这里放了 这里就是there there 整个句子的话 如果没有导庄呢 是there will be no end of the increase of his government and peace 对不对 但是这样写的话 这个句子就 好像感觉不出这个 别出心裁 对不对 不够加重语气 所以我们把要加重语气的 放到前头去 嗯 好 有没有问题 老师 我问一下这个单词 rein和ruel有什么区别啊 哪一个rein 这个rein reign reign ok好 rein指的是什么东西 rein可以做名词 可以做动词 对不对 它做名词的时候 是什么意思 没有人知道 他做名词 名词 什么意思 他做名词的时候 是指他的统治 ok 他的王权 叫做rein ok 如果做动词的话 就是指说 一个王在位的时候 一个王统治的时候 我们叫rein ok rein通常呢 都是用在 一个人是有王位的 比如说我们讲查理 我这个国王啊 什么什么 英国女王 日本天皇 他们这种人 ok 他们有在位 他们有王权的这种人 好 另外一个是什么 你讲ru 是不是 对 ru是什么 ru是指什么 也是统治的意思吧 对 可是ru的话 有太 它远远超过 只有统治 它有的时候 名词可以做 做规则 法规 可以做一个规矩 可以做我们的编列的法令里面的条例 可以做守则学校的章程 都可以叫ru 对不对 ok 所以它不限制于你刚刚讲的那个 ru的话 它不一定用在王权上 ok 我们今天这个大臣 他的统治 他的管辖 我们这个省 河南省省长的管辖 也可以用ru哦 所以ru不一定用在王那里 所以他两个不要把它混 混淆 哦 明白了 谢谢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zill是热忱的意思吗 热忱热心热情都可以是 和那个passen有什么区别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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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ll是指热忱 热心 对一件事情和热心的去做 我帮我们小区解决垃圾的问题 我很热忱哦 这个满腔的这个热血 来帮大家做这个事情 passion是激情热情 passion不一定是zill 我帮大家这个 比如说我很热忱的为乡里服务 为小区服务 这个字你用zill比较恰当 但是你说我有passion 哇我已经非常有热情来处理垃圾 大概没有那样子吧 所以passion这个字呢 用在什么上面 用在感情上 用在我追求艺术的激情 比如说我追求个人的这种 艺术的修为 或者是我对某一种事物 特别喜欢 那个时候你用激情 用热情 用passion是可以的 zill不是这个意思 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ensuia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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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suiaism是指的非常的 非常的激动 非常 这个字又不一样 这个字的话指的是说 它有一筐 好像热血一样 特别愿意去做某些事情 ensuiaism 或者是有的人可以说是enthusiastic 它是很热情 它强调的是它那个热烈的程度 热烈的程度 enthusiastic 比如说它是一个 对现在巴勒斯坦 对不对 它是个狂热分子 我们就可以说它是enthusiastic Zill这个字通常都是指在比较好的方面 比如它为小区服务 它勇于助人 它扶老太太过马路 这都是一种热忱热情热心 多半 Zill这个字有很正面的意思 enthusiastic 通常就有可能是 它对某种有一种狂热 这狂热不一定是好的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老师 老师 它基本上有带动什么东西 有鞭策 有鼓励 有激励这个事情 促进这个事情 spur本身原来是什么东西 是指那个马刺 马刺 有的时候在人的靴子上 骑马的人的靴子上 有一根刺 有的时候是在他那个马边上面有一根刺 用那个一刺 他就激励那个马 马马上就跑得更快了 那个叫spur 所以spur是这样子来的 所以spur本身有激励什么事情 鞭策一件事情 促进一件事情 让他更带动他 这个叫spur 所以这个地方神是怎么做呢 神是要怎么样 故意让那些敌人来攻击以色列的 OK so这个地方是 the lord has spurred their enemies on 所以他故意把他的 他们的敌人都给带动了起来 激励了起来 跟那个time on是 一个 意思是吧 哪一个 刚才那个time on from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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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通不要搞混了 OK 刚刚我们已经讲过了 不是time on的问题 是from that time on OK 这个是哪一个 哪一节啊 那是七节 到七节 好 我们再看一次啊 刚刚这个讲得很清楚 from that time on 四个字一起记 OK 这是一个习惯用语 不可以只记什么time on OK from that time on 从那个时候开始 然后一直到永永远远 forever 从那个时候开始 一直到永永远远 什么时候开始呢 that time指的什么时候 就是从他怎么样 他来统治 OK 做上大卫的宝座 然后呢 管理 统治这整个王国 然后又建立 又巩固了 他用公正跟公义来建立 来巩固了这所有的国家 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 一直到永永远远 下去 不要只看time on OK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我是想学习这个on的 这个词 我们要学习 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叫做from that time on 那个时候开始 from that time on 你把它记起来 从那个时候开始 比如说 你是什么时候 开始弹钢琴的 钢琴弹得这么好 我是从我小学 四年级开始弹的 from that time on 我就一直practice 一直练习 所以我钢琴才弹得这么好 from that time on 刚才记得那个on 是啥意思 没有意思 你要连起来记 你不要管那个on了 那个是一个 就是像一个成语一样 一个习惯的用语 from that time on 从那个时候开始 刚才那个enemy呢 on enemy on 不能这样看 那个刚刚那个enemy 那个在第几节 我又找不到了 第十一节吗 OK 这个地方是spur跟on 连在一起用 他们是配对的 spur spur their enemies on spur on spur 是说带动 他们的敌人起来 神故意去帮助 那些敌人 搅动那些敌人 激励那些敌人 让他们来打以色列 所以说spur their enemies on 这个on 是跟着spur的 这个是on 就是一个 一个副词 不是副词 它是 它是配对的 spur on 就是配对的 所以它是一个戒词 但是你要用spur 你一定要用on 就像我们常常 有些东西是配对的 give to 把这个给谁 一定要用一个to 一样的道理 我们比如说insist insist后面要用什么 insist in 什么事情 坚持什么事情 就很多时候后面 它是要跟着一个戒词的 所以spur 跟着on 来用 谢谢 thank you thank you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老师那个 八章二十一节 有个room 这次好像又不一样了 老师再讲一讲 八章二十一节 嗯 ok 怎么样 room 漫游什么的那个 room room 是room吧 r-o-a-m room 对对对 room room ok 所以他们在这块土地上 怎么 they will roam through the land 他们会在这块土地上 怎么样 晃来晃去 来到处的游荡 就像孤魂野鬼一样 是不是 room 我们的手机常常有 room service 有没有 那个room是漫游的意思 就是随便你走 随便你什么样 这样子的意思 好 所以他们在这块土地 room through through一定是穿过这块土地 他们就是整个 ok 漫游走过这块土地 叫room through 好 有没有其他的意思 其他的问题 老师 你说明讲讲下面那个 fam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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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的是什么 famish 很饿 很饿的时候 that's right 他们是被遭受饥饿 注意这是被动式 they are famished 所以人家让他们饿的 他们受饿之苦 they are famished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谢谢老师 这边明白了 好 老师后边还有一个 become enraged 这个词 哪一节 become 对对对 become enra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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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come enraged 就是表示他们发怒 是不是 他们会发怒 对 他们很艰苦 是不是 首先 okay distressed and hungry right 他们又困难 艰苦 又饿 然后他们就这样 悠悠荡荡的 经过这块地 然后当他们饿的时候 遭受这个饿 注意they are famished 不是他们自己 要饿死自己 而是他们遭受 这种饿的时候 这是一个被动事 饿的时候 饿极了 就会怎么样 become enraged 他们就会生气 发怒 是不是 他们就会发怒 okay 发怒的时候 为什么会发怒呢 为什么会发怒 他们就激怒了 就生气了 凭什么我们要饿啊 为什么不是饿别人啊 是不是 我们常常都会这样 然后饿了以后 他们就会怎么样 发怒了以后 looking upward upward是向上 向上看 叫upward 向上看干嘛呢 他们会curse 他们会诅咒 自己的君王 还有耶和华神 这是很形象 我们一般人也是这样 对不对 我们饿疯了 是不是也是这样 饿疯了 我们就开始生气了 发怒了 凭什么饿的是我 为什么我要受这种待遇 然后呢 抬起头来 仰天 看着天 looking upward 我们就开始会骂了 是不是 人的 这是一个非常 我们大家都有的经验 okay 人 常常会有这种反应的 没有其他的问题 这个become 我放在这里 他是说是 转变的 是吧 他们就会变成 他们一定会变成 怎么样 they will become enraged 前面都是他们经过的事情 这样这样这样以后 他们很自然 他们就会变成 非常的愤怒 非常的激怒 然后抬起头来看 他们就开始要骂人了 咒骂了 yeah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老师 他这个looking upward 是指向上看是吗 是 向上看 眼睛向上看 哦 然后这底下 有个look toward 就是朝什么地方看是吗 朝什么地方看 但是显然 他是向下看 对不对 这都是很自然的一个 表情的表达 动作的表达 在你面前就很自然 很形象的 OK 他们就会向着土地看 向着大地看 你要向大地看 当然头就要垂下来了 是不是 look toward the earth 像前面一句 21节是他们 抬起头来咒骂 OK 因为神 跟他们的王 跟他们的王是在上面的位置 所以他们是抬起头来向上 咒骂 然后他们就望向大地 look toward the earth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可是那个gloom 是什么意思啊 嗯 gloom gloom 一般来讲就是 英语 或者是很 很幽暗的意思 叫gloom gloom 好 那这个 我跟达 有什么区别吗 no dark就是dark dark就是很黑暗 对 dark 但是dark也有 隐身抽象的意思 如果你要说 哦 我在我人生 很幽暗的时候 你可以说dark right I'm in darkness OK gloom通常都是指 一个人的情绪 OK 很阴郁 很幽暗的意思 OK 一个人很阴沉 这个人 他脸上 很灰 或者是在一个 很灰暗的地方 他的表情 让我就感觉 是非常阴郁 阴沉的感觉 同时你大部分是讲 这个人的表情 这个人的情绪 gloom 好 有没有其他 那这个 老师 这个 fearful gloom 我们这俩是在一起的 是吧 是 没有错 fearful是一个形容词 fearful 什么叫做fearful 什么叫fearful fear我们知道吧 fear知道吧 fear fear是我们畏惧神啊 我们敬畏神 不是 fear the lord 对不对 这个不会忘记吧 right fear the lord 我们敬畏神 那个敬畏要怎么讲 用哪个字 用fear 对不对 fear 记得吧 用fear OK好 fearful 是一个形容词 表示是一个可怕的 OK 或者是一个令人畏惧的 right 可怕的这种阴沉 fearful gloom 你可以只讲这个人 gloom 但是你加一个fearful 让人就怎么样 更深刻的描写了 他脸上带着一种 可怕的阴沉 这个叫fearful gloom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under under 也是一个形容词 哪里 就是最后 二十二节的 最后一行 into under darkness no u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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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完全的 我们不是前一阵子 才学过utterly 对不对 utterly utter utterly utter OK 所以utter 在这里是什么词 复词 utter是什么词 想想看utter 我也不懂 是形容词啊老师 utter是形容词 它修饰这个darkness darkness 是黑暗 对不对 utter是绝对的 全然的 完全的 非常的黑 比如说darkness 就是黑暗 但是utter darkness 是不是就加重了 这个黑暗的 这种语气 就形容它是 完全的去黑一片 全然的黑暗之中 绝对的黑暗之中 叫utter 完全的 完全的彻底的 彻底的黑暗 绝对对的 绝对的黑暗 它是个形容词 utter darkness 很对账的 跟前面那句话 这个 Zen David utter utter darkness 我们讲一下 那个单词 They will be thrust into utter darkness 这个thrust 是猛冲的 撞进 猛冲进 撞进这个 彻底的 Nithrust Nithrust Be thrust Be thrust 这很形象了 哇 天哪 这个 听到这个 靠得不信 天哪 所以这个就是 描写的 文笔的功力了 就可以看得出来了 写的真的是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欣老师再讲讲 上面这个 Earth 后边的 And He only Dist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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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ght 他们OK 前面 21节那个地方 是指他们 抬起头来 他们就怎么样 诅咒 他们的王 诅咒 耶和华神 然后呢 他的眼睛呢 所以你这个 随着他的文笔的描写 你就好像 跟着他的眼神走 然后他们就看 什么样 看向大地 看向大地 刚刚是看向上面 现在就是 看向下面了 对不对 看向大地 那他们看到 看到的只有 And see only Right 只看到什么 Distress And darkness And fearful gloom 所以在这个大地上 他们看到的是什么 第一个 Distress 艰难的 艰辛的 Darkness 是非常的黑暗 Fearful gloom 令人可怕的 这种幽暗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所以这大地一片 都是去黑的 是不是 大地一片 都是没有希望的 都是艰难的 都是黑暗的 这个 这个 这个就是 哎呀 预言啊 太厉害了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是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这个 这个 Trust 金老师 这个 这个 Where be thrust Thrust 注意 Th 分气 然后后面是 rust 连起来 thrust thrust be thrust thrust是把它 推进去 赶进去 那个我们学的 那个put 那个是推 它这个 thrust 也是 thrust 也是推的意思 这两个词 有什么区别 比较赶进去 OK 这个动作是比较粗暴的 简单粗暴的 OK 这个 thrust 是 是 是 对 就是 推进去 推进去 或者是 反正用一个 这样撞进去的 撞 推进去 那种野蛮的 那种的 是 就是 程度 更深 你推 是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它那个 比喻的是 赶入 OK 太恐怖了 所以你在公车上 大家那种 难民投难的时候 那肯定是thrust 大家拼命的推挤 有没有 是 因为我 我坐那个 成都的那个 那个地铁 我不知道谁坐过 没坐过 就是这个 高峰期早晨 那个就是thrust 太恐怖了 thrust 好 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谢谢 金老师 老师 这个distress 就是苦楚 就是很艰难 很艰辛 一个月 300块人民币 要你活 绝对是distress 对不对 活不下去了 很艰难 很艰苦 好 黑暗了 艰难 distress stress right 这个distress 你注意 是说话的人 本身的 主动的意识形态 我认为distress 但是有可能 在你看来 你觉得300块 并不distress 我250 我就可以活 那是个人的意见 right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好 没有其他的问题了 没有其他的问题 没有了 ok 好 所以 所以慢慢大家就是说 发觉 他用的词汇 也就是这些 你习惯了这些词汇之后 就不会觉得 有那么困难 ok 好 没有其他的问题了 那我们来看 我们的圣经工程 来看看圣经工程的 我们昨天是讲到这个六分钟这边 所以讲说 这个他有几种讲法 对不对 有的人认为是这样 有的人认为是那样 犹太人认为这个 虽然写的是个情歌 是吧 这个 雅歌 觉得是个情歌 但是他们并不把它当成情歌来看 他们 情诗来看 他们把它当成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预言 都是有预表的 这个表示什么 那个表示什么 好 然后 六点零一这边讲说 there is a key feature 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特点 这些诗都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特点 然后会突出 sticks out 当你把他们跟其他的旧约圣经 放在一起读的时候 你就觉得这个雅歌特别突出 它有个特点 这个特点是什么东西呢 今天就要讲了 and that's the overwhelming use of garden imagery 好 Imagery我们昨天是不是学过 什么叫 imagery 有沒有学过 昨天我们讲过 imagery 是什么意思 图像 那种图画图像 Right imagery OK 所以这边 garden imagery 什么叫garden imagery 花园图像 花园的图像 所以那个画面 诗歌的画面 都是要发生在画面 花园里面的 不是发生在厨房里 不是发生在这个卧室里 而是发生在 花园里面的那种图像 这里有一个字是叫做 overwhelming 谁知道什么叫overwhelming 压倒了 正倒了那种 表示这个是怎么样 什么叫overwhelming that's the overwhelming use 什么叫overwhelming use 他使用这个方面 对不对 使用 use是使用 他使用的时候 有点overwhelming 那你能不能解释什么 叫做overwhelming 谁可以告诉我 什么叫做overwhelming 充分过度 压倒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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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是他的特点 是吗 就是说这是他的一种特色 是不是 所以那表示 他这个使用 是不是有点过度使用 that's the overwhelming use of garden imagery 所以他有点过度的使用 压倒性的使用 这种花园的这种图像 花园的图画 所以他的诗里面就一定要写到 花园里面的东西 这个是他们诗歌的特色 不写厨房 不写餐厅 不写卧室 不写浴室 他就是喜欢写那个花园 ok 都是有花园的那种画面 那种图像 好 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这个地方就表示是说 是不是大量的有这种图画 图像的出现 有大量的这种出现 这种使用 这个是很不寻常的 是不是 很不寻常 ok 那基本上 这种 等于是说 他绝大部分都是在 使用这种花园的图像 这个是 我们一般来讲 很少这样子 ok so overwhelming use 就是这是大量的使用 好像有点过度的使用了 这种花园的意象 花园的图像 他们大量 诗歌里面 大量的使用这种花园的图像 男女主要 哦 这个男主角来了 他的良人来了 他的爱人来了 哦 他们是发生在花园里面的事情 好 there are 有一个powerful echoes 什么叫powerful echoes powerful echoes 是什么 强而有力的 一个什么 有力的回应 回应 echo是回应 对不对 哦 我们在这里一叫 你好吗 然后山的那边就来一个 你好吗 一个回应一样 所以我们在讲 powerful echoes的时候 就是指一个东西 有一个回应 这个回应到什么呢 注意了 都是garden 讲到garden的时候 你就要提醒你了 这个就是有回应的效果 回应哪个花园 让你想到哪个花园呢 the garden of Eden 什么叫garden of Eden 伊甸园 伊甸园 好 这个园子 此园非彼园 但这个园就让你回应的 想起了 伊甸园了 是不是 伊甸园了 所以他们之间有这种 回应的效果 所以你知道 在以色列人里面 他们认为这些 其实不是单纯的爱情诗而已 所以一定都是要跟那个有关系的 都是要那个有关系的 好 下面来一个生词 The idyllic thing 什么叫做 idyllic thing idyllic是什么东西啊 完美无瑕的 idyllic thing between the married couple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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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ealic thing Sing是一个场景 对不对 是 是 是一个场景 那Idealic本身是什么意思 Idealic这个字是像田园诗一样的 田园诗的 是这个画意的 像田园的风光 Idealic thing OK 所以呢 他就回应到 第一个是亚当的那个 伊典园是吧 然后再来呢 这种田园诗一样的 这种风光 这种画面 就是在什么什么之间 between the married couple between the married couple 结婚的这一对病人 couple是两个人嘛 对不对 the married couple 在结婚 已经结婚的这两位中间 有这种田园诗一样 美丽的这种风光 OK 这个是非常漂亮的 田园诗一样 很田径的 OK in the early chapters of Genesis 所以你回应到两个事情 一个就是伊甸园 另外一个就是发生在我们 创世纪Genesis 创世纪的早期的篇章 early chapters 一开始上帝创地的 这个造了天 造了地 造了人 然后那个时候 人生活的 是一种非常田径的 idealic性 一种田径的 田园性的 这种风光 这是在结婚的两个人之间 有这种风光 OK 所以他就是回应到 为什么我们这个 雅歌里面有这么多 讲园子的事情 花园里的这种景象 花园里的这种画面 其实他就是第一回应到 回应到两者 一个就是伊甸园里面 那也是个园子 第二个呢 就是在我们创世纪 刚刚开始的那些诗篇里面 OK 篇章里面有讲到 结婚夫妇二人之间 他们有这种田径的 田园风光的这种景象 OK好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好 那既然是伊甸园里 还有那个 我们创世纪里面 早期讲到人 刚刚结婚那种情况 那个时候的人 是有穿衣服 还是没穿衣服啊 为什么不穿衣服 不穿衣服 很正常 不穿衣服 所以他们的形象 男人跟女人的形象 image 所以我们前面是 imagery 这个地方是image 两个字不一样的意思 image是指他的形象 imagery是指他的那个图画 那个画面 OK好 所以这男人女人的形象 这个最原始的园子里头 大家都是很纯洁的 所以他们都是 naked 都是什么 裸露的 裸露的 naked就是不穿衣服的 OK好 还有一个是vulnerable 什么叫vulnerable 脆弱的 脆弱的 你受伤害的 OK 人怎么样脆弱吧 容易受伤害 人容易受伤害 人那个时候是怎么样 不是像现在 经历过很多战争啊 或怎么样 那个时候人是很脆弱 而且是裸体的 是吧 naked and vulnerable 很脆弱的 容易受伤害的 但是那个时候的人 completely unify and safe with one another one another 表示他们彼此 他们彼此之间是 completely unify 什么叫unified 完全的合一 完全的合一 OK 先生跟太太 人家是不吵架的 OK completely unify 人与人之间都是合作 在一起的 save 而且是非常晚 安全的 彼此之间呢 都是非常 非常合一 而且非常安全的 在一起 this resonate resonate 什么叫resonate 有没有人知道 什么叫resonate 是原因的 有原因的 产生共鸣 产生了共鸣 OK resonate resonate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song of songs 所以就跟我们 雅歌的背景 OK 雅歌的背景 互相产生共鸣了 产生共鸣 共振的这种感觉 就是说 他那个跟我是很香 很投气的 OK 两个都是一样的 OK 那个时候的人 都是好简单 很单纯 很脆弱 然后也不需要穿衣服 彼此之间都是合一的 而且彼此之间是很安全的 你不用担心 哎呦 我跟这个走近一点 到时候他要害我 没有这个事情 OK this resonates OK 所以 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些 伊甸元 或者是我们创世纪初始的时候 新婚夫妇的那种状态呢 是跟我们现在雅歌的背景里面的情况 是互相共鸣共振的 两个频率是一样的 表示都是类似的 OK 好 it's as if as if 什么叫as if that's it 就是就像 好像 就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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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这些雅歌的诗篇里面 these poems OK 好 在这些诗篇里面 雅歌的诗篇里面也是一样 人也是合一的 人很安全的 没有这个勾心斗角的 没有 今天我杀你一下 明天你砍我一刀 没有的 we are witnessing OK 所以在这些诗篇里面呢 雅歌的诗篇里面 我们就见证到了 witnessing 我们一面读 我们就一面见证了 the love of a couple 这是什么 一对良人 一对弊人 他们的爱情啊 the love of a couple couple是两个人啊 他们的关系 whose relationship 他们的关系是 untinted untinted 他们的关系是untinted 什么叫做untinted 就是没有被玷污的 没有被玷污啊 很纯洁 很干净啊 这种感情就是untinted 非常纯洁啊 没有被玷污的 没有被什么玷污呢 untinted by selfishness 被自私 selfishness 这是他的名字 自私 还有罪啊 所以我们讲到 在这个雅歌里面的 这些诗篇里面 我们一面读 一面见证到 哇 这一对弊人啊 这个 他们这个男的跟女的 他们这个恋人 他们的爱情啊 他们的关系啊 是怎么样 完全没有受到自私跟罪的玷污的 他们是非常纯洁的 完全没有玷污的 好 这是美好的爱情 好 and so ultimately 什么叫做 ultimately 最终 最终是吧 每次好像都喜欢用这个字 最终 ultimately 最终呢 the song 这个大写song 指的我们雅歌啦 holds out hope that even though our own relationships are so often distorted by selfness okay holds out hope 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 holds out hope 是不是希望抓住我 怎么样 抱有希望 hold out hope 就好像把这个东西抱出来 单独的抱出来 紧紧的抱住 okay 所以最终我们的雅歌啊 是怎么样 抱有希望的 hold out hope 他抱着什么希望的 even though 虽然我们自己的关系 relationship 我们俗人 像我们这些 读雅歌的人 我们自己的这些 婚姻关系 或感情的关系 are so often often distorted by selfishness distorted 什么叫 distorted distorted 是变形扭曲的 曲解 okay 扭曲 曲解 往往我们自己的感情 这个relationship 是指我们跟丈夫 跟配偶之间的关系 我们跟我们的良人 我们的爱人 之间的关系 常常都因为受到自私 selfishness 我们受到自私的扭曲了 我们的爱 其实我们自己本人 我们的关系可能并不良好 但是啊 最终这个前面是告诉你的 雅歌本身是抱有希望的 啊 虽然我们现实生活里 你我他 我们的爱情生活 我们的男女关系 我们的跟先生的关系 这太太的关系 可能常常都是因为 自私的缘故 啊 都被什么 都被扭曲了 好 所以他要告诉你 这就是love is a transcendent gift 这个transcendent又来了 什么叫transcendent 什么叫transcendent 记得这个字吗 超凡 是一个卓越的 卓越的 超凡 超凡 脱俗 OK 所以爱情是一个超凡 脱俗的礼物 也可以说爱情是一个超凡 脱俗的恩赐 上帝给我们的恩赐 或者是至高无上的 至高无上的恩赐 所以呢 我们就告诉你 最终 我们这个雅歌 The song OK 雅歌是抱有 完全怀抱有希望的 雅歌 你越读越有希望 告诉你爱情是有希望的 hold out hope 虽然 但是虽然我们自己 在现实生活里面 我们的男女关系 我们的夫妻关系呢 常常都是怎么样 因为自私的缘故 受到自私的影响 我们都被扭曲了 我们的关系 配偶的关系 我们都扭曲了 没有办法的事情 但是呢 雅歌里面是怀抱有希望的 然后告诉你说 爱情是一个超凡 脱俗的一个恩赐 从上帝来的礼物 Transcendent gift 好 到这里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好 我们接下来再看 and it's meant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叫 point us to something greater point us to 什么叫point us to 指向 指向 把我们带向 为我们指明 把我们指向一个什么方向去 把我们指向一个更大的一个方向去 更大的一个东西 那后面他就要告诉你 指向什么方向呢 to the gift of God's love 指向怎么样 上帝爱的恩赐 ok to the gift the gift可以是礼物 可以是上帝的恩赐 ok 所以把我们指向另外一个方向 这个方向就是上帝爱的恩赐 上帝爱的恩赐要干嘛呢 that will one day 有一天 他会什么 perment 什么叫perment 迅怒吧 迅怒转化 这个爱的世界 所以告诉我们 他指这个方向给我们 就是要我们看到 让我们知道说 这个上帝跟我们的爱 是非常不一样的 ok 我们指向一个 更特别的 perment 是一个渗透 transform 什么叫transform 就是一种改变 对 对 它会改变你 是不是 transform 就像那个 Jeffrey老师上课的时候 他说transformation 有没有 transform 所以transform 基本就是彻底的 转化 你信了神以后 把你转化成为 一个基督徒的脑袋 让你里面彻底的转化 这个就叫transform 名词是transformation ok 好 所以呢 这一卷书 那这一卷书 它的意思上就是 把我们指向一个 更大的方向去 更大的东西 而这个就是上帝 爱的恩赐 the gift of God's love 然后这个有一天 可以 premain 可以渗透 可以转化 把我们转化 and transform his beloved world his 这个his 指的是谁呀 上帝所爱的世界 上帝所挚爱的世界 beloved 上帝是非常非常爱我们的 beloved world 所以呢 有一天 上帝就会借着这个东西 来 beloved 意思就是表示非常心爱的 所以有一天呢 就可以渗透 而且改变化 改造 这整个上帝 他心爱的世界 用这个方法来改变的 and that's what the song of songs is all about 好 这个就是我们雅歌 所有所谈的 有关的东西 就是这样子 通常他们最后一句 都是这样写的 that's the song of songs is all about 好 有没有问题 no more questions 这写的太好了 最后 哎呦 他有看过我 感谢神 感谢神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老师 这个pummit 我也不会读 这个 老师 你再说说这个 pummit 我这有声音吗 这个词应该读 permi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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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permiate ate ate A 这两个都发音 permi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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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permi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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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要渗透进去 渗入 ok 然后要转化 转化上帝这个心爱的世界 ok so that's what the song of songs is all about 好 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 这个片子 然后我们来先把这个片子给看一遍 帮助我们能够了解一下 看一下 我们今天这个是 从这里开始 优优优独播剧场 如今,她的歌手,是感受到的一种心情之中, 竟然是一种感受到的一种心情之一。 所以,这歌手是希望的, 即使我们的相关的传统, 爱是一种传统的优秀, 而是能源地向我们的优秀, 更是优秀的祝福, 这将会一天将会把祝福了一天的生命优秀。 And that's what the Song of Songs is all about. Okay, very good. 我们再过来再看一下。 Of Israelite love poetry reflecting on the divine gift. When you read them as a part of love poetry, love poetry. There's a key feature of these poems that sticks out when you read them as a part of the Old Testament. And that's the overwhelming use of garden imagery. There are powerful echoes of the Garden of Eden and the idyllic scene between the married couple in the early chapters of Genesis. So the image of the man and the woman naked and vulnerable, but completely unified and safe with one another. This resonates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Song of Songs. It's as if in these poems we are witnessing the love of a couple whose relationship is untainted by selfishness and sin. And so ultimately the song holds out hope. That even though our own relationships are so often distorted by selfishness, love is a transcendent gift. And it's meant to point us to something greater, to the gift of God's love that will one day permeate and transform His beloved world. And that's what the Song of Songs is all about. Okay, very good. 好,我们现在就来读一读我们的这个文稿 好,我们来把这个最后的一段 我们来读一读 说那个前面有两句话不特别知道 好,请说 就是最前面今天最前的那个两句 这里吗? Key Feature这个地方 后面,and that is the 608 对,that is the overruled garden imagery 嗯哼 那个是这个 这个,and that is the overruling means of garden imagery 这句话啥意思? 刚才您说 OK,首先我们要先了解一下 Overwhelm是什么意思? Overwhelming OK,overwhelm如果在人来讲的话 就是I'm overwhelmed 表示我这个人已经不堪重负 精疲力紧了 对 然后如果我们现在是overwhelming 做一个形容词来修饰use,使用 那表示的是说大量的使用 OK,有一点的意思就是说 不该这样大量的使用 但是它大量的使用 叫做overwhelming use 过度的,大量的使用 OK,所以在这个 我们的雅各的诗歌里面的时候呢 大量的,动不动他俩人 俩人 俩人 找来找去 总是在花园里找来找去 总是有很多花园的画面 OK 对,就是画面 刚才那是形象 对 是的,这个是Imagery Imagery是一个图画 OK,你眼睛可以看得到的 它是,如果我们讲overwhelming use 那就表示它是大量的使用 有点过度的使用了 OK,好 但是它这个过度的使用 为什么要用花园呢 用花园的图像呢 是有原因的 因为它是要powerful echoes 它是一个很强有力的回应啊 回应到什么呢 这个是什么伊甸园 一个园子就让你想起另外一个园子 The Garden of Eden 对不对 伊甸园 还有一个让你想起的Genesis 我们创世纪里面 头几章的时候 是不是也描述那些新婚的夫妇 良人跟他亲爱的 他们都有一些怎么样 美丽的田园的这种风光啊 画面啊 或者有一些很田径的风光 都是在大自然的景象之下的 那这个词的Idyllic 什么意思这个词 Idyllic Idyllic scene 对Idyllic通常是很田径的 像田园风光一样的叫Idyllic 哦知道了 所以基本上神 我们在圣经里面讲到爱情的时候 是从来没有说把你放在高楼大厦里面来讲爱情的 那个背景一定要神所喜悦的 一定是怎么放在个园子里头 满园花草 然后呢是哎呀这个田园风光 那样的爱情才是神所喜悦的 OK 一个园子让你想起另外两个园子 一个就是伊甸园 一个就是初王世纪的前面几天的时候 写到人在这个田园风光里面结婚的夫妇 他们所享受的那种画面 OK 好 谢谢老师 好 老师接下来我觉得还有两个单词 就是Naked还有这个Inder Venerable Vulnerable Vulnerable 这两个单词 Naked Naked很简单 什么叫Nak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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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穿衣服就叫Naked 裸体的 我们就叫Venerable 人那个时候怎么样跟上帝在一起啊 所以我们当然是怎么样 Vulnerable 对不对 从来上帝也没有叫你去打仗啊 去干什么呀 这些东西 OK 所以叫Venerable 好 有没有什么问题 谢谢 没有 好 我们来读一读这个 从这边开始 我们从这个 And that's the overwhelming OK Use of garden image 我们从这个and这里开始 OK 我们来看一下是 Lydia来 05的 Lydia Right And that's Thank you And that's The overwhelming use of garden In margaret Ima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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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y are powerful echoes of the garden of Eden And Eide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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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ene Between the married couple in the early chapters of Genesis Daila Genesis 创世纪 别忘记 创世纪 Very good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再来 请英助来 英助 搜 the image so the image of the man and woman make it unavoidable,but completely but completelyunified and the same with one another. This resonates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sound of the song. OK,停在这里,好,谢谢,resonate,我们可以产生正共鸣的,非常好,谢谢老师。 好,谢谢,Elisa来,Elisa,it's as if,it's as if in these poems we are witnessing the love of a couple whose relationship is untainted by selfish and sin. very good,thank you. 我们看好是杰西,杰西来。 谢谢。 谢谢。 and so,ultimately the song holds out hope that even though our own relationships are so often is started by selfishness. sufferish love is a transcen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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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ft. very good. transcendent. 听在这里,transcendent gift,是一种超凡脱俗的一种恩赐。 。 好,再来我们看下一位是 Eunice来, Eunice,and it's meant to point us to something greater to the gift of God's love that will one day permeate,permanate,permanate,permanate,and transform,transform,form,has beloved world. 。 very good,thank you,very good. 好,接下来是,这个是Ester,230的Ester,来。 在哪里? and? and that is what the song of songs is all about. very good,thank you,okay. 好,所以这几个字,今天的这些生词应该不算很多,大家回去可以多参考一下,多看一下,就对我们很有帮助。 好,我们再回到前面来,我们从是从哪里? 好,and that's the overwhelming,我们从这里开始。 从请这个是Jesica来,Jesica。 and that's the... Thank you,Juan. and next,the overwhelming use of garden emerges. No,Imagery. Imag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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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音在第一音节。 very good,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再来是Glory,来。Glory,最后一个。 Oh,Glory. H stay now,Sher. Mhm. They... They are powerful true echoes of garden...Echo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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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garden,of Eden,and the Adelaide scene. Idyl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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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ene Between the married couple In the early Chapters Of Genesis Genesis Very good Genesis 好不要忘记 Zai来我们是 YiGo 谢谢YiGo So 听得见吗 YiGo So the image 听不见你的声音 YiGo听不见你的声音 没有声音 好要不然你调整一下 我们先请 Naomi来 Naomi来 So the image 也不行吗 So the image 可以吗 Naomi的声音听得见吗 So the image 没有 不行 没声音 Yeah OK 好 再来我们请 Olivia来 Olivia So the image 可以吗 我看你们的麦克风都开着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的声音 出不来 有声音吗 为什么又把它又解掉 这个地方奇怪 刚刚已经打开了 自我解除静音 OK好 现在是谁可以读啊 YiGo可以读吗 没有声音 没有声音 Naomi可以读吗 也没有声音 Olivia可以读吗 为什么自我解除静音又被射掉了 又有人把它按掉了 OK 开了吗 谁可以读 来 Oh 好了 好了 So the image So the image of the men And the women Naked and vulnerable Uh-huh But But Completely Unified Unified And safe with one another This Resonates This resonates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son of sons Very good Zui 这个completely Complet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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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Right Very good 好 还有谁可以读来看一下 刚刚Olivia可以读吗 It's as if 为什么一直都有静音我也不知道 Ego也可以读吗 It's as if Maren 可以读 谢谢 好 请读 It's as if in these poems We are witnessing We are witnessing The love of a couple Whose relationship Is untainted By selfishness And sin Very good Selfishness And sin 好 还有谁可以读 还是不行啊 Ego还是不行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了 OK 你看看 没有 现在都已经设得好好的了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不行了 Mila 要读吗 Mila 来 来试试看行不行 可以吗 And so Ultimately And so Ultimately The song Holds Holds Out Hope That Even Through Even Though Even Though And even Though Our Own Realitation Shap Are So Often Destroyed Destroyed By Selfishness Love Is Transcended Gift Right This地方 有一个 Distorted Distorted 是你有去的 YS Often Distorted By Distorted By Distorted By Distorted Yes Love Is Transcended Transcended Is a Transcended Gate Very Good 它是一个很 超俗 超俗的 一个是非常 非凡的一种 一种恩赐 从神而来 所以爱情 并不是肮脏的 爱情是神给我们的 一个恩赐 一个礼物 OK 好 还有没有 其他的问题 来我们看谁 这个是 命来 命来 命要不要读 好 我们看一下 老师好 好 你继续接着 从这里 And it's meant And it's meant to point us to something greater to the gift of God's love that will one day per permeat perme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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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transform his beloved world uh-huh very good permeate and transform soi 它要渗透 它要改变 它要改变 整个改造 改造 它心爱的世界 belove the world belove the world okay very good 好 谢谢 Thank you 刚刚那个Eagle 还是不能开啊 OK 好 今天教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麻烦你读一下 那个就是 resonate resonate 好像是我查的那个读的好像是这个 对 resonate 对对就是二十四这个 啊哈 resonate 也就是它会产生共鸣共振 这个s读z是吧老师在这里 resonate resonate 啊哈 resonate 老师我这样读对吗 对 resonate resonate Thank you 它是一个小蜜蜂那个z的音 resonate resonate very good resonate very good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好 没有问题哈 OK very good 现在可以了 现在可以 你刚刚不行吗 刚刚我不知道 我觉得今天好像有好几次 这个都一直解除 今天不知道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哈哈哈哈 OK 好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没有问题了 好 希望大家回去啊 多练习 老师我有个问题 你说 前面说 这个overwhelming use和overuse 是不是它这个加上overwhelming更强烈的肯定是 overwhelming是指说大量的使用 OK 那overuse的话就有一点就是说不该用的意思 OK overuse好像你已经用超过了啊 只能用三次 你用了五次了啊 你这个overuse 不太一样的意思 overwhelming通常都是指说它大量的用 用的很多的意思 等于压倒性的使用 好 overwhelming 有的人常常喜欢老外喜欢用这个overwhelming 这个overwhelming 哦 这件事情 It's overwhelming 这很超过啊 这个很怎么样 很不得了啊 这超过我们的想象已经超过了 就就是指说它这个太 完全完全使用的太多了 有这种意思这样子 好 没有问题了 谢谢老师 它这里是个形容词哈 形容词 overwhelming use 因为它就是那个use 好 没有问题了 那我们进行